今年是一带一路昌二十周年 中国交通建设 1800 驻股市值187亿元 EG H总市值1563亿元 今年盈利预测较十年前上升七成 但股价较较十年前大跌一半 抵买之选 一2022财年 12月年结 中交建营收7175亿元人币 升5.1% 顺利185.1亿元人币 EPS 1.14元人币 增10% 去年新签合同15422亿元人币 增幅21.6% 去年底持有未完成合同33833亿元人币 增幅8.2% 二2023财年要一 中交建营收1766亿元人币 按年增2.6% 顺利54.4亿元人币 按年增10.4% 新签合同4578亿元人币 按年上升6.3% 其中来自境外地区的新签合同834.2亿元人币 按年大增35% 穩佔一带一路 领头羊地位 2023财年盈利 预测206亿元人币 EPS 1.27亿元人币 增长11% 超过新冠疫情前 2019年水平 并创下历史新高 预测P仅3.1倍 较六年平均4.9倍 折让37% 预测PB0.22倍 较六年平均0.48倍 折让54% 三 两大同业股值亦偏低 中国中铁 390 今年预测P3.5倍 PB0.36倍 中铁建 1186 预测P2.8倍 PB0.23倍 市场憧憬中央为提振经济 会加大基建投资 基建股得益 4.中交建的H斜线 股折让 与两大同业比较 吸引力大得多 中交建H股教 股折让高达64% 中铁为46% 中铁建为37% 中交建现价4.23元 目标6元 潜在升幅42% 摩通5月 看8.2元 华泰5月 看7.55元